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涉及公共危险罪 召开考基议委员会 调整泄源为非主管职务 及服务地区 并合与记忆大过行政处分 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考而监督责任 这下火烧到自己 还延烧到上头分局长 督导不周责任 影响未来升迁 卫生局人员先行进入之后 本分局执行人员随后跟随收证 这是勤务中心主任几年前 任分局行政组长时受访的影片 六十岁警大四十七期毕业 今年刚好到了退休年龄 但因为争取到勤务中心 主任内勤的位置 可以到六十五岁再退休 酒驾背上刑责 也毁了规划好的路 谢元身为干部 为了以身作折 能知法犯法 本分局将采取最严厉之惩处 台南勤务中心主任 酒驾被自家人抓到 两线三星警官知法犯法 伤了警察形象 分局内的提醒 不要酒驾的公告 形同虚设 三弟兄王少女来比乡 台南报道 Najka序 今天 está放棄 岩地